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然是好事 另外有一班人有梦想 希望我们可以实现他们忘记了很久的梦想 Hi Jo and Kion Chan 很高兴在网上看到你一个post 关于你要找尋一些想实现梦想的人 帮他们实现梦想 希望你可以帮我实现 因为梦想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想在一个舞台上高歌曲 我的名字叫Sindy 我是一位全职音乐老师 我教的乐器是Ukulele Guitar 还有声乐 可能比较容易紧张 不论是讲话 参吐唱歌或者是表演 其实我已经进步了不少 在学习音乐方面 只是我觉得说 学习永远都是不够的 一方面是想学习唱歌技巧 一方面也希望可以 证明给我学生看stage flight 这种东西是可以增加的 当然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我就找了我朋友Tommy 他也是跟我一样很有热血 那这次也都很幸运地 他愿意帮我 不久不见了 一见就非常之开心 大家就看了所有有不想的人 他们写的资料 然后看了他们传来的视频 在当中里面我们就发觉了 其实原来所谓的灵魂之窗屏 我们的眼是没错的 在你和我们讲你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是单凭眼神是可以感受得到 他有多渴望可以实现到这个梦想 还有当初其实有多大的一个挫折 令到他们没办法去实现这个梦想 对于今次被录取去实现这个小小的梦想 我挺期待这种东西的 其实我父母是说 音乐你可以当兴趣 职业 你可以另当别论 一直都不敢去反抗他们 这条路是你选的 所以你就不要去后悔吧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 参与这次Make It Possible的活动 在我旁边就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吉他士来的 Tommy 你好 你们各自都选了几首歌曲 可不可以唱其中最想唱的首歌曲的 Colors部分 认识音乐是因为Beyond 本人很喜欢家区的作品 一直以来都会追寻他的歌来听 去更认识他的音乐 好 他们的表演的方式 是令我学习到一件事 就是当初那个单纯赤字之心 是时候要选择当日表演的衣服 像之前有跟你提过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公益活动 他的名字叫做Make It Possible 如果华语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圆梦计划 当初一听到Joe介绍这个概念 就跟我们Soprano概念一模一样 六个月前我们把这地方拿下来 就是想做跟MIP 一模一样的概念 想提供一个平台 一个舞台 给很热爱音乐 可是没有机会 没有舞台去展现他们才华的地方 所以一口就答应了Joe 这次我幸运地得到我朋友 阿托米仔的帮忙 但我觉得不够 我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和人去帮助这三位朋友 所以我这次也都想找我另一位好朋友 担任这个Vocal老師 我记得之前见到Joe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在做一个Make It Possible的campaign 然后他讲说希望我可以就是 来到这个地方 跟他们分享一些唱歌上面的经验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常常都在做的 然后他也告诉我说 这个其实就是要协助一些 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歌唱的认识 其实应该是从我父母那一代开始 我在小学的时候 就没有听所谓的儿歌 我其实第一个接触的流行歌手 就是这样会美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记得那首歌 是因为他的歌词 我发现在一些咬字上面的诠释上面 好像不是那么准确 譬如说 谁还记得 我通常会这么少 可是跟他会听见一些 谁还记得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咬字上面的诠释 可以把它弄得更贴近你自己一点 唱完之后他跟我讲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咬字吧 你有没有发现我用胸腔讲好的时候 如果我用比较高音的话 是不是真的比较少 所以就是 你看我胸腔的这个木箱 它在震动了 你看它在弹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是会震的 那怎么去坚定你有没有唱对 就是你feel一下自己的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 他会比较在彼此的共鸣的位置 但是如果 你整首歌都把声音放在同一个位置 听的人就会觉得 诶 它有没有其他的公民 让我们听起来会觉得 不一样 在歌唱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 我们每天都在做 但我们自己没有发觉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好 我今时现在三十岁会不会 我的路已经是走得不拖 那其实过去 有都是过去的 还有几十年 要走 好好地地 珍惜这几十年 和可以争取这几十年 其实大家回想起来 为什么你想要拥有 这三分钟在舞台上的感觉的话 可能第一 那个压力就不要那么大了 隔唱方面我觉得 因为他们有一颗爱音乐的心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因为这个爱音乐的心 我觉得都可以被改变 我亦都希望透过今次 和他们一些沟通 和听他们唱了一些歌 和大家次初次初交流了之后 接下来这个表演 可以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之余 亦都可以令到他们 接下来 可以将这股力量 分发给他们的朋友 希望他们的表演 可以很顺利地进行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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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OK 大家完成了 这个就是 OTD的舞蹈 多谢 耶 其实是很难的 打算 这就是 我很想要 期待今晚的这个演出 会有很多朋友来 新朋友 旁边都有 相信他们都 get ready 今晚看你们 來的啦 不宜得自己的show up 没有明天的派对 别再浪费时间 谁去亦不可再追 get up get up just up everybody 既然的一句 可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走得太远 在一开始表现没有太好 可是都尽量把自己的稳定度抓回来 其实就当是一次经验吧 其实很开心啊 不懂怎么说 整个人就投入进去歌曲里面 唱得有点想哽咽 可以为两位有梦想的人伴奏 感觉上非常开心 因为自己也是一个音乐人 然后能够用我的吉他的技术 帮他们去完成这个表演 我感觉非常满足 不愿意自由 也会怕又一天 上台打客真的很紧张 但其实过后真的很满足 因为终于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很感谢这个平衡 给了我一个表演的机会 看着他们 终于可以踏上个舞台 那种感觉很特别 就好像当年自己都很渴望 可以有个舞台给自己唱 那么 看到他们真的唱了 我唱的时候都还好 那种感觉 就当表演一样 可以表演给大家看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朋友来支持 这样整件事 make it possible 好感动 这一次的舞台对我来讲 不是很够的 因为很开心 可以拥有自己的舞台 所以希望可以表演更多 给大家看 未来的路 其实是怎么走 没有特别去想 要怎么牵强 只是觉得自己喜欢做那种东西 那就可以尽量做好它 我认为是很高兴 人们成为艺术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我非常感到 韩国人 和留在马来西亚的艺术 非常有趣 我感谢每个单位 例如 makeup artist hair stylist fashion stylist shooting team make it possible production team 当然最重要的是 场地的赞助 令整件事都变成 可能这件事 这个就是今天 很深的一刻的体会 我相信 回到家 睡觉都有个美容 但我陪你撑过去 只要见你 你就有无敌潮能力 没有什么能真正打败你 用力打口 深呼吸 痛过去能够免疫 重重的不如意 只是援不住到像细菌 来 给我你的掌心困 难我陪你撑过去 只要见你 你就有无敌潮能力 没有什么能真正打败你